以谈焦点来看到在温布顿网球赛 抱回混双亚军的台湾女将詹浩琴 昨天晚上抵达台湾 今天一早就立刻和姐姐詹永然一同拜会恩人 就是中研院的前院长李远哲 原来早在十年前 李远哲就慧眼是英雄 主动赞助这对网谈姐妹话 台湾网谈好手詹浩琴反台的第一个行程 就是与姐姐詹永然带着温网混双的奖杯 来拜会中研院前院长李远哲 原来早在十年前 李远哲就主动赞助这对网谈姐妹话 以前还常常一起打球 那时候永然已经比较大了 对老头子还比较客气 他是输送的女后不怕虎 所以他就常常穿业球打得很快 日前宇把俄网谈好手莫尼搭档 在本街乌网拿下混双亚军的好成绩 未来赞浩琴的职业网球形涯规划 会不会偏重混双她回应 我目前是比较重视当然是女双啊 然后因为可以跟姐姐一起搭配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注重的 那混双当然也是注重 但是应该是女双的部分比较注重 姐妹俩都是台湾网谈好手 一同入选今年亚运才度合拍 希望能为中华队打出好成绩 新唐人咬起电续高建人台湾台北采访报道